不知道您家裡頭有沒有寵物 通常都聽說這狗狗會開門 但沒想到在花蓮 這隻狗狗還會按電鈴 狗狗在門外拼命地跳 只為了想要回家 以為有人惡作劇亂按電鈴 但每回只看到門口的這兩隻狗狗 屋主乾脆躲在車內 自己找答案 就是這個炮藥的動作 養了兩隻小黃狗 竟然用自己的身體去按門鈴 客人會來拜訪的時候 就是會按門鈴 那牠聽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的時候 牠只要出去 牠可能就是會去學 學那些按門鈴的動作 在配思畫面 兩隻狗狗想要進門 都有小黃狗來負責按門鈴 而且每跳一次 都可以準確地按到 讓門鈴響起 屋主說兩隻狗狗 平時會自己到外面散步 以前都是等人開門 現在不知道從哪學來 會自己按門鈴 現在一家人 只要聽到門鈴響起 就知道兩隻狗狗要回家囉 春天新聞 廖衛玲玲 離冠志 花蓮報導